指引不到 指缘开始飞动了 我们快追 快走 咦 指缘 指缘怎么烧掉了 有人破了指缘的追踪之法 夏侯大哥 看来这里有厉害角色 我们得小心一点 哇 是谁在这荒山里面 建起这么气派的宝寨 这指缘指引我们到这里 只怕斋女就在里面 我们得想办法进去看看才行 此刻擅闯敌方大门 无异于自爆几宗 我们先解决前方巡逻兵 再去后山看看 有没有突破点 不是说要去后山的吗 怎么突然就不走了 夏侯大哥 你看那边 成列的货盆 玄机妹子是想 我们在外头使用这烟火 一来 这是他盘沙堡的信号弹 或能引他们开门 再不计 也能声东击西 找机会混进去 正是呢 何况如此这般也算是叫那些 所谓的中原群豪知晓此地正有意样 他们那些人可夸下海口 说未寻神雀功的小公主而来呢 既都这样说了 那又怎能只有我们三人铤而走险 住这沙漠城堡内去救人呢 仙姬妹子果然像风姐姐说的一般灵巧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用这个火盆点燃烟火 点燃后我们就快快隐蔽起来 看他们是如何动静 是 是弟兄们的烟火讯号 快开大门 蠢货 才有人在门外探头探脑 定是轨迹 快去后山看看 那处可有密道 好棒 好棒 不愧是夏侯大哥 这样我们就能闯进去了 玄妹 现在可不是高兴的时候 门内似有异动 当心 糟了 这盘沙堡想来是训养了这些魔狼守门 幸好俺阿尔泰巴多留了个心影 就知道你这猫头小子不会善罢甘休 快去点燃火盆把弟兄们都喊回来 夏侯小子这回让你插翅南飞 是 副宝主 此番看来须得速战速决 不可让此人去找增援 这张图纸上所绘的究竟是何物 还是带走吧 这座沙堡机关重重 想必日后一定有用 死不全种 不怪我一时心急 这不怪行急妹子 至少我们也探到了盘沙堡后山 便是这要塞般固若金汤之地的薄弱之所 想来不会走空 有夏侯大哥在 我们一定可以顺利救出灾女 让我那凡事神机妙算的小师叔大吃一惊 定不辱命 好机关图纸吼在这里 ok 你怎么会在这里 是玄儿啊 师姐放心让你出来 这两位是你新交的朋友吗 怎么不给师叔介绍一下 这两位是夏侯仪大哥和宾里姐姐 就是他们把我从奸人的营地救出来 一树一剑 在敌阵中可是所向披靡 这一位是我的小师叔杨云佐 是我祖父在晚年兽的关门弟子 他这人绝顶聪明 在本门中有个外号 叫小诸葛 玄儿快别取笑了 你们才是少年英侠 幸会 啊 还有这位美姑娘 敢问你的方名是冰离吗 是你 冰离姑娘 咱们应该是初次见面 在下不记得何时冒犯过你 多言无用 冰离姑娘 请住手 这位杨兄是慕容姑娘的师叔 和我们并无过节 我知道了 谨遵御秘 想必你们也是为了救斋女而来的吧 我从敌众身上 弄来了城寨密道的钥匙 就当是在下 惊扰到冰离姑娘的赔罪吧 根据我方才的探勘 这城寨的来头不明 防守严密 我回去找人来助阵 你们万事小心 多谢杨兄的忠告 我们会量力而为的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咱们快把这些巡逻兵解决掉 别让他们打草惊蛇 引来其他敌人 这里应该就是地下牢房了 此处并没有盘杀到 守卫们应该都去别处巡逻了 好机会 我们正好可以找找斋女是否在此处 小兄弟 看这儿 小兄弟 你们看来不像是盘杀保重 你们是来救人的 这位大哥 我们的确是来这里救人的 这阵子您可有见过其他人被带来此地 知道没有 我在这里被关了一个多月 从没看过这里有其他人 此地堡主莫测高深 被他抓的人多半是另有他用 我猜你们要找的人应该也在上面 和我老师一样被软禁在某处替他工作 尊师被此地堡主软禁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和老师原本在西域四处游历 被他们的人偷袭 然后就莫名其妙地被带到这里 那堡主说要老师替他翻译一些古文书 并以我的性命要挟 老师就被带走了 从那之后 我就一直被关在此地 原来如此 既然大哥也是受这批人所害 我们就先放你出来如何 好 当初我是一时不慎着了他们的道 不然以我的一手快枪 他们逃不了好去 吵死了 是谁在那里啰啰嗦嗦的 你们是 来人哪 有人劫狱 快围住他们 真是见鬼了 居然有人敢来盘沙堡劫狱 全给我拿下 可恶 又是盘沙堡 大家小心 小兄弟 快救我出去 我可助你们一臂之力 下侯大哥 下侯大哥 此处敌人众多 我们快把这位大哥救出来 帮帮我们吧 多谢各位出手相救 他愿 他愿意 他愿意 一群废物 还不赶快把这群小贼抓起来 就凭你们 就凭你们 且看我一手长枪横扫这个盘沙堡 揍我一枪 十轮成命 被关了这么久 总算可以舒摘一下筋骨了 小兄弟 你们怎么称呼啊 我叫夏侯怡 这两位是冰黎姑娘和慕容玄姬姑娘 我们潜入盘沙堡是为了找人 只是这里错综复杂 如果古大哥您对这里有所了解 可否先告诉我们 那宝主叫伊伦哲罗 他手下这批人出身鱼龙混杂 但训练有素 组织严密 并非寻常的盗贼可比 看来秘密都落在那宝主身上 光想无意 还是先杀上去看看再说 咱们走吧 兄弟 你究竟是怎么被关在这盘沙堡的地牢里的 这里的人之前有何动向 奇怪 外面怎么这么嘈杂 发生了什么 赶快集合 后山传来警报 保主有令速驱支援 那边的 怎么这么大阵仗 你们这些贼人 又碍算了什么人来 嚷什么嚷 有你什么事 在牢里老老实实待着 再嫌嚷嚷 可别怪我们让你受些皮肉之苦 你们这些萧小 若不是耍些阴谋技巧 怎能将我困住此地 你们且等着吧 等我出去 定要教你们尝尝我这枪法 那你就慢慢等着吧 我还没见过 能从这盘沙堡地牢离开之人 快走吧 别管这愣头青了 你们 难道真如他们所说 我的余生都将在这暗无天日的牢房中度过吗 这牢房固若金汤 樊里却是难以逾 若是老师在这儿就好了 也不知道老师怎么样了 唉 若是老师知道我此刻这些杂七杂八的念头 说不上又要骂我了 这盘沙堡的人 之前想来是被你们引走了 这里守卫才略少了些 至于你之前问的 我为什么被关在这地牢 其实是因为他们抓了我老师 想让他研究楼兰古城之事 老师 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 连什么消息都去 幻城本就虚无缥缈 任何一点与之相关的信息都有价值 不 老师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你的身体已经 够了 古伦德 你父亲将你托付于我 我便绝不会辜负你父亲所托 若不找到迷城 得到其间的神秘之力 又怎能助你复国忠心 重拾赫图兹家族的荣耀 可这几年 我们游走西锤 坚信楼兰的传说 勉强撑到今日 却连他一点真实的讯息都未得到 我已失去了家族的荣耀 又怎能再失去您呢 混账 你是忘记了仇恨吗 忘记了你父亲凯尔廷公爵的英勇 和他所经受的一切吗 即便是倒在这沙漠中 我也要替他找回那些属于他的荣光 也要让你那奸命的叔父 做千古的罪人 我 老师 老师 你切莫激动 我一切都听你的安排 咱们这就去寻内商人 古伦德 我们已在这西域辽江流浪了数年时光 眼下为胜这边陲几处未曾探访 我隐隐觉得 赫图兹家族的荣耀是时候要重现了 希望如此吧 尋找幻城楼兰的人是你们吗 你们找对人了 我带这边陲行走多年 积累的贱文是其他人都比不上的 我听说 有支商队曾到达过幻城楼兰的边际 并从那里再度归来 他们就在这城外向北几里路的地方架设了营寨 哦 对了 他们为首的那个人是个面带刺青的壮汉 阁下可就是曾到过幻城楼兰之人 楼兰 我不知道 但我的确在这儿等你们 自投罗王 有诈 老师 快跑 哪里跑 别挡路 给我抓住他们 老师 你先行退避 我们梁州见 好 你自己小心 来吧 看枪 让我看看 你有几斤几两 你得守住这几个路口 不能让追兵过去追老师 让我来会会这小子 你这小子还有两下子 弟兄们 撤 看起来像个硬茬 没想到打不过便溜 看来那行脚伤 与这刺青汉是一伙的 唉 又未能寻到楼兰踪迹 老师又要难过了 算了 不想了 我得赶紧去找老师了 是何人 要带我到哪儿去 带你去想去之处 什么 老头我听不明白 老先生不是在寻找 迷城楼兰的线索吗 我在这西域边垂行走数年 搜罗了不少有关楼兰仪式的 残片古籍正藏于阁中 不过那些外文字 我并不识得 正缺一个学识深厚之人助我 不知老先生是否愿帮此忙呢 这个 我还有事要做 哈哈 你那小徒弟不要了吗 他可是还与我那手下熬战呢 你 他的性命 只与你之口 我和你走 不过你要保我那徒弟平安 一轮折罗从不食言 不是不可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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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卢走 你的葛梅尔老师可是自愿跟我到宝中来的 而且我也并没有亏待他 你都不知道 他整日在那藏书阁里翻译古籍残卷 有多么开心自在 什么 怎么可能 他是你的老师 你应知他对那楼兰幻城有多痴迷吧 他还与我说 寻到幻城是他一生最大的所求 难道 不 一定是这懦夫在骗我 想扰乱我的心神 魔鬼 不要妄想欺辱高贵的灵魂 既然你这么说 那你就安分地在这地牢里待着吧 等你的老师完成了 他应该做的事情后 你们就能离开了 不过 如果你愿意去协助你老师 说不定他还会快一点 古伦德虽为阶下之求 却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 我不与魔鬼交易 倒是有几分傲气 既如此 那天好好地在我这固若金汤的地牢里待着吧 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不然你老师的安危 原来是这样啊 看来这堡主也和贺兰铁汉一样 在寻幻城 奇怪 怎么感觉我们来来回回又回到了原点 这盘沙堡居然这么不简单 夏侯兄弟 莫急 我先前也是摸着密道 才进到这盘沙堡中 想来此地还有许多机关密道 我们稍加留意 或能找到破绽 顺道一提 这个实质把手是我当初和他们拉拉扯扯时 从某个盘沙堡中身上摸来的 我看不出这是用来干什么的 不过说不定以后会用得到 你先带着吧 哎呀 头都绕晕了 等抓住那宝主 一定好好教训他一顿 依我看 这些石板定有什么蹊跷 咱们不妨好好研究一下 这杨维抬坐的石板是可以被按动的 不知道是什么机关的枢纽 这里有个方形的小洞 好像可以插进什么笋头之类的东西 夏侯兄弟 不妨拿出我之前给你那个实质把手试试 好如意 这实质把手的方端正好可以插进这笋头里面 让我试着转动它看看 太好了 机关门打开了 咱们走吧 大家稍稍退后 这里好像不太对劲 夏侯大哥 小心 不好 似乎触发了毒气开关 诸位 这毒气似乎只是在这片范围内 咱们躲那儿去 多亏了谷大哥 哪里 是我不够谨慎 看来这些机关并不能轻易出发 咱们要当心了 是谁 啊要叫你们近的来出不去 好这边这边就就那个这边我就那个鸡 一层宝物了 我回合内我方上的没有助油 ok 都一回合内其差两个是不是有点难啊 小事一桩 这样应该可以 你们竟然冲进了毒气里来 难道说 我们不怕毒气 因为我们有口罩 果然如此 若你们被打倒 那就借你们的口罩一用了 果然不觉得毒气自鼻了 哇别人带了你还敢带啊 这些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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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闯过了一关 我们进去瞧瞧 你们竟然敢闯到这里 大家摆好阵型 准备迎战 是那群四处捣乱的小贼 给我上 大家小心 准备应战 可恨 若不是此刻有许多弟兄都出外办事 岂能让你们斩了上风 听着队长之言 宝内已没剩多少人 算那宝主运气不好 咱们快去逮他吧 自当如此 不过这盘沙宝到处是机关 那宝主藏身之处 只怕也不容易找到 夏侯大哥 我们这便动身去找吧 这躺着的 是公主大人 伊伦哲罗宝主 你把摘女怎么了 别紧张 只是给她吃了一些蒙汗药 免得她闹起来天摇地动 不碍似的 欢迎大驾光临 我等你们很久了 二太八 当初在营地 把你打得大败的 就是他们 是的 不怪树下无能 不但败战逃回宝内 还因而引敌入室 这是罪该万死 还请宝主降罪 你不用自责 这些人 这些人能够来到此地 自是非寻常之辈 看来今日可以好好活动 金骨了 伊伦哲罗宝主 我们受神雀公之托 前来迎接摘女 请你将她交还给我们 否则 我们只好得罪了 没想到鼎鼎大名的神雀公 竟然会派个后生小鬼来要人 我倒想看你有多大能耐 好身手 等等 你 莫非 莫非你是 有趣 没想到还有这种事 我改主意了 伊伦哲罗是我的假名 我的本名叫黄斧身 宝主 你 没事 告诉他们也无妨 在下夏侯仪 还请黄斧宝主多多指教 夏侯仪 好 我记住了 只要你能打倒我 斋女 我可以毫发无伤地还给你 但若你败了 你们一伙的性命就都得留在这里 如何 我等来死救人 本就不惜一战 既然黄斧宝主有着雅性 我们奉陪便是 哈哈哈哈 我越来越喜欢你了 夏侯小子 阿尔泰巴 怎么上 尊命 好像三个成就都解完了 提手 咱们到此为止 夏侯仪 你们可以把宅女带走了 阿尔泰巴 你负责送客 尊命 黄斧宝主 我们应该还没分出胜负 为何 不用比了 我只是想试试你们而已 既然你们都已经出现 我留着斋女也没用了 多谢宝主 夏侯兄弟 你们的事情已了 接下来是我的事了 黄斧身 老是不分日夜的钻研你所收集的典籍 最终游进灯库而死 这笔账要怎么算 葛梅尔一生寻找楼兰 他骤然去世 应该是看到某物后 一时过度惊喜 引动心迹血涌而死的 你 你怎么会知道 葛梅尔也知罗河双使 你看我背后的壁画 这是千年前的楼兰城遗物 我好不容易才带回来的 那是 那是霍庸 有 有这种事 难道他真的是千年前的人 老是他 冰璃姑娘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是 叫我冰璃就好 你一直都是那样叫我的 冰璃 我们先离开这里吧 多谢皇府保主把债你归还 我去看看 古伦德 若你对于尊师之死仍不释怀 可改天再来此找我算账 我皇府身绝不未必 夏洛仪 看来咱们缘分非浅 来日必有再会之时 届时 我会再多告诉你一些事情 报 启禀宝主 中原五大派群豪连同神血工人等 正围惧本堡门前喧嚣过噪 该当如何 还请宝主下令 啊 是小师叔带人回来了 绕人闻营 立刻将大门紧闭 在各窗口布公务手 谁敢强攻就立刻送得上西天 不用客气 那么 我们告辞了 阿尔泰巴 送客 阿尔泰巴 送客 天地之旅 万象之变 不过是一处小小的贼库 我们五派到了人家门前 却观望未缩 果足不前 中原五派的面子都给丢光了 中原五派 何派为尊 马上就可知晓 慕容盟主 神武冠 该不会也想继续归缩在此吧 自 自无此事 慕容征田长五派盟主之职 神武冠自然身负重责 区区盗贼 何足俱灾 慕容冠主 莫要轻易为人年所及 你身为我五派盟主 唯卧定策 权责非小 还请你再三思 公孙兄 你的意思是说 朱某和周兄居心叵测 以谗言激获盟主了 朱兄 公孙锦不曾口出此言 只是提醒慕容冠主 咱们此刻身处异欲 凡事须得慎重为先哪 够了 这是我们的家务事 神雀公可没请你们来 你们若要帮忙 只要帮我们略阵便可 你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娘们 能成什么事 不然身为你们一公之尊的齋女 怎么会给人卤了去 你 夏侯公子 是 夏侯公子 我答应了 好 真是 太太了 我应该去拿下 你 还要给你 是 这道路 你不认识我 你不认识我 我真是辛苦你了 姐姐们 不用客气 还好我不负你们所望 此事既了 那么我们这就回梁州休息了 等等 小子 我们可没说你可以走了 是啊 居然若无其事地从里面出来 因之不适合他们一伙的 先把话说清楚了再走 我们花了好番功夫 才劝服宝主将斋女交还 如今斋女获救 此间经过如何 与两位不相干吧 这小子全部把我们放在眼里 想必是有那宝主在他背后撑腰 定是这小子串通外敌 演着一戒一魂的戏码 想拿斋女对神雀宫做人情 周兄这该如何是好啊 将他们一等都拿下了 逼问出入宝之法 然后进去把里面的家伙一网打尽 把他们围住 两位掌门 夏侯公子是本宫的恩人 你们若是对他们动手 那就是不把神雀宫看在眼里了 哼 此刻斋女昏迷不醒 你们四必能做得了主 你们要是多管闲事 别怪我不顾同道之意 你 你这人 忒不讲理 嘿嘿 听闻这匪债剧脸大量不易财富 今日我们算是替天行道了 以强凌弱 以多欺少 今日我真是大开眼见 见识到了中原群豪的嘴脸 哈哈 那也得等你过了这一关再说 两位师伯实在太过分了 分明就是自己贪欲熏心 想入宝掠夺 却乱编罪名 想拿下侯大哥逼供 咦 这不是慕容贯主的千金吗 慕容贯主 小女孩家没见过世面 容易给人拐骗 你要是不管教 可别怪周某代劳了 娘 夏侯大哥不但救了我 还千辛万苦闯进这堡里救了公主大人 你知道他不是坏人的 玄儿 你到娘这边来 你知道我派有结盟之意 娘不能相助外人 最多 最多只能两不相帮 我 算了我 我 我和夏侯大哥一起拼到底 最多不过一死罢了 我们 都不会死在这里的 小子 我劝你还是束手就擒吧 省得受这皮肉之苦啊 这边先不挑战 你们确实有点能耐 他还不是我的对手 周师兄 周师兄 够了 你的宝贝女儿不会有事的 你急什么 周兄 问贡之事就交给你了 不过 可别弄死这小子 不然事情可就难办了 所以 不让你们 只要有我在 你们休想碰他 嘿嘿 我们不是不懂 不连相惜语之人 但若你强要拼命 我们可就顾不了这许多了 无知下众 妄善商贩神使 此乃万死难知之罪 尔登可知神怒之威 请奉神旨 遗曰解气 封剑化丽 逆天黄烈 灰灭无敌 那 那是什么 现无魂语 冰璃姑娘 别乱来 是你 冰璃姑娘 这里有我做主 你千万别乱来 快停下这事件之遗 我担保一地 平安无事 果然不愧是天摇派 我们前脚才到 你们这会儿就已经跟来了 怎么 风雨霞 你这回又要持强相逼 插手管这当事儿吗 朱浩 我师妹可没有开口问你话 咱们管不管这当事儿 也轮不到你管 你给我闭嘴 五派盟主是谁 你 秦师兄 小女子不才 受大家推举为此次西域之行的盟主 秦师兄 远道而来 不知有何指教 被你们打伤的这批人 我们带走了 你可有意义 这 秦维刚 你不要太不把人放在眼里 你 我秦维刚 便是不把你周崇放在眼里 你又待如何 若是让老子活起 让你紫云派门众 尽数臣事于此 亦非难事 你要不要试试 你 你 你 慕容灌主 我大师兄说话不太客气 得罪之处请多见谅 下侯公子绝非歹人 是我请他来此营救齋女的 且先让我带他们回梁州疗伤 此间若有任何误会 尽管找我风铃声便是 呃 这 这自然是没问题 既然齋女已经平安救回 此事正可告一段落 封姐姐 我可不 封是这样的 封是这样的 你没事吧 周崇 你对他做了什么 只是一枚脆骨神针 没什么大不了的 疯女虾 盟主答应把人交给你 可没说我不能先让他吃点苦头 可恶 我们先带一地回客栈 这笔账咱们日后再算 兵 兵离 你为什么在这里 霍庸 我是尊神指派给你的箭矢 附有保护你的使命 随时在你身边 是再寻常不过的事啊 是啊 不论何时 你总是在我的身旁 好像我们出生以来 就一直在一起似的 兵离 不管以后怎么样 你愿意一直陪在我身边吗 你知道的 这是我的使命 也是 我的心愿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用我的性命和幻剑保护你 全身筋骨酸痛 和上连做了好几天的苦意 别的倒还好 我是怎么了 你醒了 你醒了 风 风女侠说 那个叫周崇的被迫将我们交出 又被大宣面子 一时气愤不顾 所以暗里对你发了一枚脆骨神针泄恨 那是紫云派的独门独针 本是用来情不敌手用的 这毒不伤人命 但中毒者会全生剧痛 立即全失 之后 你连续昏睡三天三夜方醒 冰璃 这段期间 该不会 都是你在看顾我吧 也不能说全是我 慕容姑娘 忙进忙出地帮你找大夫 抓药煎药 她也是很关心你的 躺了这么久 我也该起来活动活动筋骨了 等等 风女侠说 脆骨神针之毒虽然不伤性命 但对手足筋骨有损 你还是多躺一下的好 我 我 还是不放心吗 来 把你的手给我 手 瞧 我的手比你的还暖 我这样像是个毒伤未愈的人吗 如果你还是不放心的话 就一直这么握着好了 我 忽然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已经忘了在何时有过的 很怀念的感觉 老实说 你说的那些很久以前的事情 我半点也不记得 也不明白 你为何选择跟着我走 我相信你绝不是在对我胡言乱语 也绝不是讨厌你待在我身边 可是 我真的是你在寻找的人吗 如果是 那又是为了什么 没关系的 有一天 你一定会像我一样 慢慢回想起来的 我已经等了这么久 不在乎 再多这一点时日 你还记得盘沙堡大厅内的壁画吗 那壁画上绘的是尊神和我们两人 只是 那时的你 样貌和现在大大不同 你大概 也认不出来 那真的是千年之前的事吗 古大哥的老师和皇府堡主都这么说 难道 你真的是千年之前的人 若非如此长久的时光 我不会把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 而即使见过了那壁画 也只能让我想起一些浮光烈影而已 你一定觉得 我的画很难置信吧 不 我当然相信你 那遥远而又熟悉的感觉 或许就是来自于那千年前的记忆吧 百年也好 千年也好 只要这一切是真有其事 我们也不必急在一时 总有一天 我们会再想起这一切的 药汤来了 大夫说药汤要趁热喝才有效 冰璃姐姐 这就麻烦你了 我 我先出去了 雪妹 你怎么了 我 我 我没什么 一定是刚才熬药时给烟熏了眼睛了 大师哥 这不干你的事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是风姐姐的声音 生妹 难道你一定要师兄再说一次 你忘了当初师父决心将三师弟逐出门墙时 对我们说了什么话 这一切 原非身而之过 但他乃是荒陵力破转生 不论咱们如何善尽教会 他迟早都会重墮幽暗血海 既然他难脱此宿命纠缠 咱们只能及早行事 不让他习得本门咒术 也是为了天下苍生的将来 我不相信 三师兄的为人我再清守不过了 你明知我 明知我喜欢他 所以就借师父之言将他排挤出去 师妹 大师兄这人严肃自恋 对谈情说爱 即是口拙 但他在本门照顾你 可说是无微不至 旁人有谁看不出他的心意 他今日之言 实是因为对你用情置身之故 师妹 还有一件事想对你提一下 那个金发少年 他身上的黑气和三师弟有点像 我并非对他存疑 为防万一 你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或许我 就是特别和这种邪气臭味相投也不一定 不过二师兄请放心 我会留意的 我先回房了 二师兄 你也早点安歇吧 你也早点安歇吧 咦 你们 都还醒着 一笠 玄机 刚才我在陵房说的话 你们都听见了 是不是 不过 我们不是有意要去听的 这件事我不是刻意要瞒你们 但事关你为何被卷入这场风波 我想你也有权知道 等你身子好些 我再慢慢说给你听 时候不早了 咱们就趁早安歇 其余事等明天一早再说吧 好 好 第二张 十字戏就到这边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 第二张的 十字戏的游戏剧情 那这边的话 大致上的剧情都跟 幽城幻境路的剧情差不多 没用改太多 大部分都 重要剧情 或者是对话 基本上都完全 移过来 所以 如果是新手玩家 看到十字戏剧情 都会比较稍微了解一下 OK 好 第二张到这边结束